嗨,你好,我是劉奶爸 在27号的晚上8点多的时候 这边有写2019年11月27号 6点多,18点半 是6点半,晚上6点半的时候 收到LINE AD的官方最新讯息 就是LINE的官方账号最新讯息 这一条 哇哦 新增受众建立管理和指定受众投放的功能 感谢对LINE AD的官方账号的支持 11月27号起 官方账号将新增受众建立管理和指定受众投放的功能 哇塞,好棒哦 不需要再付费去使用那个每个月都要付钱的API外挂功能 就可以使用这个受众投放的功能 赶快看下去 新增受众建立管理还有指定受众投放的功能 可透过群发讯息收集到的数据建立曝光点击 在行销受众以及自行上传 使用试编码UID清单 哎,有没有看到自行上传使用者试编码UID清单 一例未来推广讯息的时候 可以更精准的针对指定受众发送消息 有没有很开心 有没有很开心 有啊 非常开心啊 自行上传使用者试编码UID清单 靠腰咧,什么叫做试编码UID清单 所以看到这个不要高兴的太早啊 我以为很简单 后来继续往下看 如何建立呢 因为他说投放对象有这三种嘛 那当然如果可以自行指定投放给谁 那当然是最好啦 所以每一个使用者都会有他的ID嘛 那这个ID跟我们平常在LINE里面设定的那个ID不一样啊 比如说有时候你问朋友说 你的LINE ID多少 我搜寻一下加你一下 假设你们不是在面对面可以扫QR Code的状态下 我们通常会给ID嘛 很多人就把自己的ID设定成他 跟他手机号码是一样的 那他就跟他讲说 哎呀你搜寻一下我的手机号码就可以找到了 结果那个ID跟这个ID是两码子式哦 是两码式哦 所以就算你朋友给你ID并不代表这个ID哦 所以你把你朋友给你的ID上传到LINE的后台去 没有用 所以这一条呢 呃白搭你知道吗 但是你还是可以用 但是必须透过外挂软体去用 哇讲了半天 还是必须靠外挂软体去用 很讨厌耶 这边虽然写说可自行上转使用者识别码UID 清单作为受众头发 问题是我们根本不晓得这个识别码UID从何处取得啊 好吧那剩下这两种可以用了哦 剩下这两种点击再行销和曝光再行销 然后这边有讲说点击再行销呢 可以针对60天之内发送的群发讯息 追踪点击过连结的用户 这个等下我们再来讲 然后设置再行销的受众 就是他有点开的 我们就可以针对这些已经点开的人呢 发讯息给那些有点开连结的人 另外一种呢就是曝光 就是说在60天之内有把那个讯息点开的那个人 他并没有去点击里面的连结 他只是把讯息点开 那也可以这样就叫做曝光再行销 好所以呢我就问了原厂说什么叫做识别UID 这个UID到底去哪里拿看一下这封Email 亲爱的用户你好 感谢您的耐心等待 关于您来信反应欲取得使用者 识别买UID的问题 经我们确认该功能需透过LINE Developers管理后台并使用Messaging API技术取得 看到没有 所以如果你不会写程式的人 你也没有花钱去使用别人的外挂软体的人 那你就拿不到UID 每一个LINE都有他的UID 而且这个UID并不是固定的哦 比如说你的访客加你为好友 你得到他UID 用程式的方式Message API的程式方式取得他的UID 跟另外一个LINE AT的账号去取得同一个对象的UID 你们两个的UID是不同的 哇复杂了吧 为什么呢 因为A公司取得的UID 假设B公司把那个UID拿去用的话呢 是不能用的 那这是LINE他本身做了区隔 就是怕被盗用 所以每一个人的API去取得的UID都是不一样的 即使是同一个对象 应用LINE Login或LINE Message API 与您所提供的服务串接时 我们无法针对个别用户提供合适的建议 以及使用方法 请根据你的事业类型及经营项目自行设计 啊关键来了 如果你不会写程式的话 拍谁 拍谁 只好还是去用别人的LINE AT的外挂软体 你自己也没有办法使用 所以呢 他底下提供这几个官方文件 LINE Login的开发文件 Message API的开发文件 好啦就是这样 所以呢 这个就是要自己写程式 他意思就是自己写程式 那我们直接来看一下后台 就是在群发讯息这个地方 如果你有这个受众 这个按钮把它点开 那为什么你没有呢 为什么你没有 拍谁 因为你的这个好友数没有超过100人 就不会有 这边要超过100个人 我这边有237个嘛 237个目标还有数 要超过100人才会有 我来这边看一下 寻发讯息这边受众对象 好就在这边右上角按建立 这里受众类型有这三种 第一种没辙啦 就是你根本就不晓得 受众名称什么 这个这个是让你取一个分类 比如说这个类别叫做运动衣服 这个是上衣 然后你就可以分类说这个是上衣 然后按下一步 他就告诉你说好 那你要选择这个档案 用TXT档案 一个档案里面最多可以放150万笔ID 然后你就按加号上传那一个TXT档案 好所以这个我们根本拿不到 根本不晓得UID到底是什么嘛 所以我们这个根本没有办法使用 所以这是建立类别的意思 好啊所以用不到三条吧 确定没有办法用了 好第二个我们选择用点击再行销 好点击再行销的时候呢 为什么我这边没有东西 因为我都还没有群发过啊 都还没有群发过 因为他刚刚有讲嘛抓最近60天嘛 所以呢这个账号最近60天没有群发过 所以无效好我再示范另外一个给你看 好这个升级科技确定 好这个升级科技的目标好友目前有2273人 那我们看一下群发讯息这里 受众对象这边建立 选择点击再行销点开 受众对象我们就可以自己去取名说 这一个对象呢他点了什么讯息 好10月31号和10月29号我分别发了两个不同 各一个不同讯息 然后传送对象是这些人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我先选择这个传送对象最多人的这个讯息 那时候我是全部发送 所以我选择这个讯息 然后里面呢我里面包含了三个连结 可以点击的网址那这个呢 此则讯息内涵的所有连结网址是说 不管他点到哪一个啦 总共有168个人 那这边是拆分开来 有点这串网址的有73人 有点这个网址的71人 有点这个网址的85人 那因为这三个网址分别代表三种不同的商品 所以呢我就可以去归类一下 比如说这一个商品 我是在讲线上开课平台 然后我就把这85个人做一下选择 他就告诉你说 OK点击这一串连结的这85个人 那我要把这85个人设一个受众的名称 比如说这个就是 线上开课平台 好按一下储存 好这样就已经归类成一个受众对象出来了 那这个数量目前还没有出现 然后状态写不可用 所以这个要等一阵子才会出现 然后你可以用一样的方法 再去建立第二个群组出来 好一样 比如说在一样选择点击再行销 然后呢 这次呢 选择这一个 然后这边有66个人 输入一个群组 第二群组 表示这第二群组的人更有兴趣 按一下储存 现在我就有两个受众名称了 一个线上开个平台 一个开个平台2 好了 这时候呢受众已经设定完毕了 再来我们回到讯息 诶 群发建立新信息 去群发一下 那我们这边就可以去选 筛选目标 这时候呢 我们要选的就是这个新增受众 点击这个新增受众 然后刚刚我们不是有设定受众名称吗 可是我们因为刚刚才新增而已 所以还没有出现 所以这个地方呢 目前就没有 所以如果有的话就是点击 然后按新增就可以了 那我们就可以针对 刚刚的那个新增受众去做 特定对象的发送讯息 OK 好 那底下这边就不用讲了 这个都跟之前一样 所以如果你的受众呢 还没有满100人的话 就赶快收集超过100人吧 那你就可以来使用这个受众功能 目前是不可用嘛 这要等一阵子之后 这个才会跑出来 可以用的时候 刚刚的那篇才会出现这个讯息 好那我们再看一下建立刚刚的那个第一条 这个用户ID上传 这个我们目前没办法知道 看一下这里关于受众种类 第一个他会跟你讲说 用户ID上传应该怎么找这个ID 透过上传用户ID的建立着受众 关于用户ID的详情请见这个 Line Developers 这个他给你这个连结 点进去看一下 好进来了OK 你看得懂吗 好不好意思看不懂 不是英文看不懂 是进去之后都要写程式 所以看不懂 如果你会写程式的话 你应该就可以看得懂 这个就是Line Message API 如果你会写程式的人 你就可以去做创接 然后去取得Line User ID 好那不会写程式的人怎么办 怎么办怎么办 来 我的Blog里面有写 你可以去使用一个免费的外挂 免费外挂 这个网址呢 我等一下贴在影片的下面 或者是你自己去找 到那个 流奶爸网络创业 你就搜寻流奶爸网络创业这个 liufunyu.com 然后找到这一篇 这个9月10号的这一篇 把它点下去 这一篇有教你去申请一个外挂 然后安装完毕之后呢 它就是一个Message API的方法 它就可以去找到你的特定对象 然后去针对特定对象去发送 只有这个办法了 那这个软体呢 它本身有免费版又付费版 那你可以先用免费版 有3000人以下都可以使用免费版 这个是不会写程式的 你目前可以唯一用免费的方法 去取得LINE UID的方法了 所以我有点点小小的不爽 就是这个东西还是要靠程式嘛 你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在你官方里面就做到这件事情 那那那真是有够机车啦 所以所以你目前还是使用点击在行销 或者是曝光在行销去做吧 好了最后呢让我广告一下好不好 牛奶爸交易平台国际版 这个平台 contentismoney.com 这个平台 这个平台是用wordpress打造的 线上开课平台 我目前在推广这个线上开课平台 那这个开课平台里面有 有一个课程 目前有一个课程 我重点我不是要推这个课程啦 这个课程是说wordpress.com 这种免费部落格怎么去架设 那我主要是要示范一下这个 我要推广这个平台就是 我要收的是这个平台的建置费用 还有每年的维护费用 OK 每年的维护费用目前是定在 八千到两万之间 就看你的使用量的多寡 然后建置费用大概定在十八万以下 以下 所以以下下到多少 会下到一个让你觉得不可思议的便宜的程度 所以如果 如果你每年都要付好几万块去租用别人的线上开课平台的朋友 然后你想要自己 自己拥有一个自己的开课平台 自己专属的开课平台的话 那你可以跟我联系 好吧 那这个开课平台有什么好玩的地方呢 比如说我今天进去要看课程 如果你已经登录的状态下的话 你去点击看课程的时候 他这边会有一个很漂亮的很方便的一个界面 我这边有跟你讲说 你看了2% 可能已经看了一两部影片了 然后正在上课中 那这边点击开来 点开之后就可以看到这个课程 好我们接着要讲一下 好 这个课程呢 这边就会显示 左边就会显示所有的课程列表 你看总共有三页 一页有20课 然后这个章节 这个一个项目代表一个章节 然后这个章节里面还可以包含单元 就是一个章节里面小单元 可以这样做设计 像这个搜寻已经优化好了 分了10个单元 然后你可以跳着看 比如说我点击这个单元的时候 可以跳过来看 然后可以回到前一个单元 或者是回到章节 或者是看完影片的时候 你可以按标记完成 按下标记完成的时候 这个圈圈就变成10新的 你就会知道你哪边看完了 然后你再回到你的课程首页的时候 他这边就会显示 你已经看了多少百分比 那如果你是一个完全新的访客 并没有在登录的状态下 如果你要购买这个课程 他这边显示19,800 然后看更多的时候 他就会看到课程里面的所有的大纲 但是他没有办法去点击 他会秀出你上位登录或购买课程 然后这边就会秀出来 这边上位报名售价 然后开始学习取的本课程 就可以点击这个取的本课程 那他就自动跳到购物车里面去 这边有详细的介绍说这个课程 什么什么什么的 好详细的介绍课程 然后这里就有一个加入购物车的按钮 点击加入购物车按钮 他就可以查看购物车 那这边有数量1 那他有一个设计很棒 就是因为他是课程 并不是实体商品 所以这个数量他就没有办法加1加2 如果是一般实体商品的话 这边可以调一个两个三个 这边就永远是一个 或者是你可以使用这个折价券 就可以让你的价格更便宜 然后就前往结账 那填写完这个资料之后按下单之后 这个好玩的地方就是去刷卡刷卡完毕之后 他就自动跳回来这个课程 自动跳回来这个课程页 然后就自动开通了 全自动就自动开通了 他就可以去点击里面去看课程了 就好像刚刚我们这个画面一样 他就可以把它点开然后进去看课程了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间 如果你是这一个网站的站长的话 这是一个百分之百的被动收入 全自动的被动收入 就是你如果有专业知识的 我们很鼓励这些有专业知识的人 不管你是想要中途创业或者是退休 或者是你已经有一段工作经验 或者是你对某一项技能非常专精的人 你都可以去开这这样的线上课程 那这种线上课程的获利是目前最高的 比联盟行销高太多了 因为联盟行销是推广别的商品 赚中间的一些百分之几%的佣金 非常的难赚 而且你是在帮别的推广东西 那流奶爸是很鼓励大家 去善用自己的脑袋里面的知识 我们从小到大学了很多东西嘛 那你把这些东西转化成影片 在线上做销售 那流奶爸提供这个帮你建置这样子的平台 让你可以去方便去销售你自己的知识 那你销售出去的时候 这个真的百分之百利润都是你自己的 这个平台也不会帮你抽趴 这个平台就是专属你自己的 网址也是你自己的 你要告诉我你买哪个网址 那我也会教学教你怎么去买网址 你自己去买 因为这个网址的拥有权是你自己本人 那我收取的就是第一次的建置费用 还有之后的每年的维护费用 所谓的维护费用是什么东西 你去租用虚拟主机 然后建置一个网站 这个就是虚拟主机的钱 然后再包含 因为虚拟主机并不是我的主机 我要去跟那个VPS公司租用主机 所以我必须付出这个成本 然后如果这个网站有被駭客入侵 或者是软体更新等等的 这个是我来帮你服务 来帮你做 所以这个就是每年的维护成本 所以如果你希望在网路上建置一个 完全自动化的被动收入的系统的话 这个平台的话 而且非常漂亮非常专业的平台 那你就可以跟我联系 OK 底下有我的LINE的联络方式 另外我们还提供了一个五卡分期的方案 这五卡分期就是说 你今天没有信用卡 或者是信用卡额度不足 或者是你不喜欢用信用卡 OK 我们有一种五卡分期的方案 就是你只要加我的LINE 然后告诉我 你想要使用五卡分期的方案 然后你就会有一个 得到一个手机的简讯 点击那个简讯的时候 你就可以去下载这个APP 点击这个我还不是会员 下载APP之后 你只要输入你的手机号码身份证之号 然后狗选按下一步 这个网址 我等一下也会负责影片下方给你 然后就使用 我要申请零卡分期 去查看手机简讯 好 巴拉巴拉巴拉 这边有详细介绍 你等一下再来看这个详细介绍 就是你要购买的话 然后你只要上传你的身份证 正反面照片 然后再把这个分期的这个项目写完 然后你要有一个联络人 比如说你的配偶 或者是你的父母亲 或者是你的兄弟姐妹 那你就可以使用这个APP 那这个APP呢 会由重信资融公司 它跟Yahoo购物是同一家 帮忙乘坐分期付款专案的公司 所以你不用担心 这家公司很大 那这个好处就是说 你每个月就可以直接拿现金到7-11便利超商 去付款就可以了 所以这个就是没有信用卡的零卡分期专案 那我有很多客户呢 他们是跟我购买比较大型的课程 或者是顾问服务 十几万的 或者几十万的 或者是十万块以下的 有很多人都使用这个方案 已经两年了 所以提供给各位参考 如果你不使用信用卡的人 你就可以使用这个方式 直接去超商缴款就可以了